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 又到了每个礼拜三的环保气候一题咯 我是主持人吴舒瑞 最近啊大家是应该都很有感觉 我真的天气好热好热 像我在这个台北市啊 常常都是那种三十二三三度 有时候还来到三十五三十六度 尤其这个午后雨下下来超级闷热的 真的是已经到了不开冷气 可能会中暑的程度了 不过大家知道说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当然也会归咎于是全球暖化造成的 可是您知道吗 其实全球暖化跟我们失眠居然有关系 有专家就发现了 每年平均每个人要吃去 适时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什么原因 我们赶快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天气炎热您是否会很难入眠 不少民众可能都有类似经验 有科学家研究发现 频繁的热浪或干旱等极端气候出现时 会影响人类的睡眠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温度偏高让人热到睡不着 或因为热睡眠中断 就有可能夜晚出现失眠的困扰 会导致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 长期观察健康势必受到威胁 高温对人的影响 这个伤害研究蛮多的 通常只要夜间温度高于28度 对大部分人的健康都有影响 那睡眠是其中一项 但是高温对人的健康影响 这个是已经确认的 人类有90%的时间待在室内 室内的温度跟健康息息相关 包括我们的睡眠品质 其实从过去研究中 不良的睡眠习惯与心脏病肥胖 癌症和寿命减少风险 脱离不了关系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与气候变间加剧 全球气温持续攀升 丹麦各本哈根大学团队 收集全球睡眠资料 证明高于平均水准的温度 会让睡眠品质变差 主要原因较晚睡着 与很难在炎热的天气中醒来 而在700万份的夜间睡眠记录中 发现在温度超过30度的夜晚 睡眠时间平均减少超过14分钟 全球平均下来 每年每人失去44小时的睡眠时间 这也导致约有11天睡眠不足 我们现在夏季的长度 比1930年代的时候 它的夏季的这个长度 大概增加了1.5到2个月 那这一种不对称的增温现象 也反映在我们一天之中 日夜的温度的一个变化 台湾的地理位置 我们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受到这种 暖化影响比较明显的区域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能 那现在暖化结果 我想大部分人在夏天 都会觉得好热 那我们的记录上也显示 我们现在夏天低温 高于28度的时间 越来越长 那这个对我们的健康 国民健康的确会有影响 1990年之后 事实上增温相当明显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有感的 尤其高温最直接 我们现在在谈前九两暖化 当然是包括自然的变化 跟人为影响 那最近的研究是 大部分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的生命 时间里面感受到的增温 大概都是人为 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主要部分是这样 空调所排出的热气 也会对我们的生活 四周的环境产生 增温的影响 这也是都市热岛 形成的人为因素之一 开冷气的时间越多 它所排放出来的热气就越多 它还会影响到 我们环境的温度 暖化我想我们 要有不同的观点来看 全球的话 最主要的因素 我们讲说是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甲烷之类的温室气体 那区域性的原因就不太一样 这可能跟大气的环流有关 全球暖化将对台湾农林渔业 气候灾害 降水形态 公卫健康等面向造成影响 产业也必须转型为更加友善环境的永续循环经济 政府必须制定 落实更完善的气候因应政策 TVBS新闻 向运强 何嘉阳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好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还是我们专题组的记者立军 立军你好 各位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立军最近真的真的太热了 像我自己晚上啊 有时候都会被热醒 我还提被子 那你这几天睡得好吗 我也真是这几天就是没有开冷气 会没办法睡觉的 真的感觉没开冷气 好像随时就快要中暑了 真的太热了 现在这个天气当然啦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高温啊 因为真的是太容易睡不着了 所以我们才说哦 这个高温是失眠的凶手 尤其我要必须说像我们这样 女性更容易睡不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看哦 女性本身就有比较多的皮下脂肪 所以呢会损失大概25%的睡眠 也就是说我们睡眠品质可能会相比 像男性啦 或者是同龄的这种男生 还要更不好一点 还有另外就是长者了 长者因为身体机能下脏的关系 比如说他散热的这个能力啊 都会比年轻人还要再更不好一点 所以他们的睡眠品质是一般年轻人的 就是少了整整一倍耶 所以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长者在睡觉这一块 真的是很容易会因为高温而失眠 尤其是可能他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代 还没有这么热 到现在这时候已经真的是太热 真的是对热到全台都变得夯翻属了 那么当然就是像现在啊 我们都知道全球暖化的时候 有些地区有些国家 比如说像很北边纬度很高的挪威 还有瑞典也因为这个寒冷改善了 所以还发现他们GDP有上升耶 但是在很多这种热带国家并不是如此 因为刚刚讲到就是越热带国家 其实现在应该感受到的就是更热的一个状况 那尤其像是这种可能最贫穷国家 就是可能像是巴西或者像是印度 这两个国家的话 他们其实因为暖化的关系 从1961年到2010年的一个状况 其实他们的因为可能生产力下降 温度太高 所以我们可能劳动力也下降 农业生产也跟着下降 热到不想动了 对 然后不想动 劳动力下降 然后可能农作物也相对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他们的经济减少产出了 所以等于他们的人均GDP呢 也减少了17%到30% 这很多耶 其实这还蛮明显的 就整个它就是暖化的受灾户 就是这些比较热带国家 或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因为像是印度啊 他们就是贫富差距也非常大 就是如果是最贫穷的 这一群人其实有将近12亿人是吹不起冷气的 所以如果他没有办法吹冷气 他晚上就是会更热 就只能坐以待毙耶 对 他们就是没有 就可能又是老年人 或者又是女性 的话像刚刚你讲的 他们的睡眠品质又更差 又更差了 也是啦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们都没有可能没有钱啦 也没办法吹冷气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真的很幸福啦 至少大多数的我们都还是可以在 比如说工作的时候有冷气可以吹 睡觉的时候可以吹冷气 可是这也显现了喔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喔 贫富差距其实也会导致 我们出现了两极的状况 有钱吹冷气的人 他睡眠的状况 当然会比较好可以改善 但是没钱吹冷气的人喔 他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 没有空调 没有风扇来散热 他们真的就只能坐以待毙耶 就真的甚至有很多人 像我们上周说过 印度有超过90人是真的被热死的 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像高温的状况之下 其实在工作效率上面 也带来很大的冲击 就变成因为高温大家都知道 就连我们来说好 我们出去真的太热 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活动力会下降 那这个高温的冲击 其实也冲击到了像是 我们会觉得可能经济非常好的 像是美国跟日本 他们也因为高温 而导致整个工作效率变差 或是他们睡眠品质也变差了 所以他们的大众工作日也减少了 变成他们GDP也是年减了2%到3% 这很多耶 这非常多 就是即便我们看到这么先进的国家 还是受到了这个高温的影响了 所以这个影响其实层面非常大 像是他们如果每一晚睡眠 其实如果小于6小时的话 其实他的也会增加他们的死亡风险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慢性死亡 所以失眠真的对我们大家影响非常大 但是要怎么样降温 大家都想知道 我们很可爱 看到一个日本网友 他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罐 大家看到我们刚刚从冷冻库拿出来的 这个是结冰水哦 可以看到他现在真的外面还结满 就是外面的这些冰水真的很冰 但是这个日本网友他就说 这个结冰水啊可以来帮忙降温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帮你降低这种失眠的几率 要怎么做到立军为什么 因为你看你现在这边其实目前都是很多水珠 对很冰 他们就是在讲这个原理就是说 因为其实水蒸气遇到了像这种低温 然后结冰水它就非常低温 它就会凝结成这个水珠 哦是上面真的很多水珠哦 就会让空气的湿气也会下降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门热 热又加上湿气很高的话 就会非常不舒服 所以它就是变成是 它可以有达到除湿的功能 然后又可以降温 然后因为它结冰水 它如果遇到就是空气 它可以大概降温 慢慢将空气的这个温度可以降下来 是 然后又加上如果有那个网友分享说 如果可以再吹一下电风扇啊 哦可以让温度更低 对可以让温度更低 哎这好像也是一个还蛮不错方法 有点生活智慧王的感觉哦 确实啦就是现在因为真的很闷热 如果说我们又要开冷气 又要开除时机 哇这个电费很可怕 因为最近电费才刚涨价嘛 这个夏季要在1000度以下 真的要还蛮认真的 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结冰水也不能够拿来喝 对不对 专家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因为这个其实它有塑胶微粒 那也不知道就是它结冻之后呢 它整个塑胶瓶会不会产生一些 可能物质 或者是有一些物质塑胶微粒的改变 所以这个水就大家把它放出来之后 就不要再拿来喝了 好哦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方法 大家可以试试看啦 看有没有效 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 到时候看看 诶真的有效的话 也许这也算是一个还蛮环保 算是智慧 对小小的小智慧 但他说这个如果你要一直保持 就是温度 可能要一直太换这个冰冻水 就是当它可能已经融化掉之后 赶快再换这样子的状况 对啊但这可能比起我们开除时机啊 开冷气还要再更环保一点点 也比较省钱啦 那当然这是日本网友的一个方法 一个小idea 但我们接下来看专家教我们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关心看看是说 其实专家有说啊 如果说我们要有比较良好的睡眠品质 尽量哦 在睡觉的时候 把这个温度呢 降到是二字头 就是因为现在好多时候 好多时间都是在三字头 三十几度以下 要到二字头你才会有比较舒服的感觉 主要呢是希望让你的血液 从这个核心可以流向皮肤 你就不会这么热的血 都一直堆积在身体里面的感觉 这样子才可以让皮肤保持温暖 也有到散热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核心体温下降之后 你才会比较容易入睡哦 所以呢他已经说 哎睡前你可以冲个热水澡了 但是不要你已经很不舒服 很热很烫你还去硬冲这个热水澡 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 就是适当的状况下就好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实验发现说 就是这个老鼠的实验 它又是怎么做的呀 因为它其实有确定 就是有把这个像指示灯啊 还有我们一些手机那种微光的这种 灯光来做一些实验 其实它真的会影响到 这些老鼠的睡眠周期 所以其实因为像也有 都有时政讲过像是蓝光 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就是可能蓝光可能会让你比较精神 像办公室都是比较蓝光白光 对就没有办法生成我们这些 褪褪激素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蓝光的话 可能会影响 可能会让睡眠品质会更差 那另外可能就是要用红光啊 橙色黄光 对橙色这种它其实比较 不会影响到我们可能睡眠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又加上了像青少年这一块 其实很多人都说他如果晚上要念书写功课 其实他们有个方式是说 你可以把台灯然后照在桌子下 就是直接打在桌子上 哦打在书上面 对打在书上面 可能不是直接的照射 那可能也不会影响到 他可以让他的睡眠品质会更好 就是说不要让小朋友眼睛看到 那个台灯的光就对了 只是因为他说其实睡觉的时候 也可以把天花板的灯要睡前的时候 先把天花板的灯先关掉 然后用自己的台灯 然后或者是说其实晚餐后 最好就是可能三到四小时的时候入睡 是 这个方式也很好 然后因为刚刚有讲到说 其实我们室内温度要降到二字头嘛 那最近大家都一直在开冷气 然后我有看到很多就是大家在分享一些 怎么省电啊 又要让自己睡得舒适 哦这真的很重要耶 对 你有什么好配偶吗 就是大部分大家都是讲说26度到28度的这个温度 是最舒适的嘛 那我们其实如果把冷气调到这个 这个空 这个区间的话 区间的话 然后再搭配电风扇 其实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 一个效果 对 上午也是会开冷气加电风扇 对 因为他这样其实降温也很快 是 然后而且只要冷气调高一度 其实可以减少6%的一个电力 对没有错 所以大家希望说 哎尽量把这个冷气可能调在27啦 28不要太低 对不要太低 而且他说最好不要一开始你就立刻 可能太热 你就一开开开很低 他这样其实是很好电的 然后又有看到一些专家有分享说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是在家里 你可能外出的时候 你也可以先把这个窗帘都先拉上 哦避免阳光的照射 就减少辐射 然后阻挡 然后其实可以让室内的温度可以 比较凉爽一点 不要生的那么快 哦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到 哎 家里没有那么闷热了 也许就是 哎 也许这个温度还可以接受的话 好像可以晚一点点再开冷气 睡前再开冷气 省电啦 当然就是也帮地球进一份环保的心力啦 这是睡眠哦 很重要 当然也是要如何降温抗这个高温 来让自己睡得比较好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